Hello大家好,我是黄天天,欢迎你们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录一期购物分享的视频 这些东西呢其实我是在之前双十二的时候买的 也就是说这些快递都是在快递停运之前寄到我家的 我刚回国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们都拆开来了 快递慢慢都已经开始恢复了 然后我相信大家的收费也会慢慢恢复到正轨上面去 所以就跟你们来录一个这种比较轻松愉快类型的视频 我希望这个视频录出来也是给大家解解压 让你们看一下我最近都买到了什么好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我会出很多就是比较合集啊 干货类的视频希望大家尽情期待 因为我知道虽然疫情还在继续 但是一定会有春暖化开的一天 很快我们就可以把口罩摘了 然后出去吃香的喝辣的 今天呢就是也有满满的一箱东西 所以我们就拿到哪个说哪个 首先呢是一个这样子的电脑包 这个也是我双十二的时候下单在我的购物车里面的 是这样的绿色的 然后是这种抹茶绿上面 如果你们喜欢绿色的话应该会比较感兴趣 把电脑放进去呢 其实里面还是会有挺大空间的 就买大的一个size 我之前的电脑包也跟你们推荐过 这个时候再来说一下吧 我还是挺喜欢这一款的 因为它的这个皮非常的软 质感也挺好的 就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电脑包好像还挺便宜的 反正我就很喜欢绿色 不知道为什么我电脑方面的这种东西 我就特别喜欢买绿色 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这样子的 贴在墙面的装饰套组 它其实也不光光是装饰吧 它是有实际用处的 像里面有一些月计划 周计划 还有一些这样子的小的纸 它是没有粘性的 你需要自己用那种胶带啊 或者是什么的双面胶 贴在你们家的墙面上面进行一个装饰 然后它是还是会有送一些这样子的小贴纸 就是小小的一张纸 它的纸呢不是那种非常厚的 就是感觉像是我们平时A4纸的那种纸质 像这个呢是月计划 周计划 或者是这种年计划 每个月还有这个100天的这种打卡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 假如说你最近在准备某一个考试啊 或者是在锻炼身体等等一些需要打卡记录的东西 都可以贴在墙面上面进行一个自我的激励吧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文具类型的东西啊 像这个是一个每日计划 它里面就有一个时间轴 然后有每日的计划 还有一个生活的to do list 还有一个学工作的to do list 接下来是这样子的一个 嗯也是打卡的一个东西 我现在不是回国了吗 然后我有很多这种变迁本 我希望以后可以每个月给大家弄一个那种 像文具大礼包之类的东西做抽奖 送给关注我的你们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也用不完嘛 但是我觉得这种又非常可爱 所以我很想跟你们一起分享 然后让你们去用一下这些小的变迁本 让大家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 这个呢就是像图卡 有没有回到考试时候的感觉 接下来呢是趁早他们家出的两套这样子的贴纸 我也是在双12的时候下单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橘色跟绿色这种配色的 其实没想到这两个颜色搭在家也挺好看的 但是它的纸质吧 就是它印刷的就是没有那么好 感觉颜色好像还是有一点偏白 泛白 就颜色没有那么的满 但是它价格还算是比较便宜的吧 可能因为我在美国那边买的贴纸 虽然质量挺好的 但是价格是真的挺贵的 但是这个就是可能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还有这一套 这一套是蓝色的 可能就是可能功能性稍微强一点 刚刚那个呢就主要是记录像什么考试啊之类的东西 好然后说到彩妆又来一个国货之光 就是这个花西紫色眼影盘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白鸟嘲讽眼影盘 如果你有关注就是这种美妆券的话 应该都已经被种草了无数次 我过了很久都没有买到它 最后是到它旗舰店上面然后花原价去买的 但是我觉得就算花原价它也是很值得的 200多块钱买一盘如此精致的多功能盘 为什么说它是多功能盘呢 其实它不光是个眼影盘 中间这个呢是个腮红 然后其实这个可以用来当做高光 这两个颜色都可以当高光 后面这些呢就可以搭配至少三到四种眼妆吧 所以说不管是欧美 欧美你就可以画这种比较特别 拿这个蓝绿色配金色 然后这边呢可以画大地色系的 或者是这种红棕色系的眼妆 你们来一起触摸一下 看它的粉质到底怎么样 这个摸上去的质感 我的妈呀 你们看它的显色度是非常好的 我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 然后这个珠光色看到了吗 非常好看 然后这是它的哑光色 这个体亮色也是特别的好看 不知道这个光线能不能看到 可以看出来吗 超闪的 我好喜欢啊 好刚好我用他们家的这个卸妆湿巾 来卸一下妆 我觉得这种湿巾吧 我一般是不会直接在我脸上用 但是平时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经常需要卸妆啊 在手上试色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用起来是挺方便的 不好意思刚刚没有弄好 就把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了 但是你们可以看出来吗 它的粉质还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在手上试色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比较顺滑的那种 然后这一个也是我最近收到 颜值超级高的 花洛丽亚的心愿修容腮红粉 给你们看它的包装 超好看的是这种星座的这种设计 打开来之后 看到没有 是这样子橘色调的 我把它是当做腮红在用 像我今天的腮红就是用这个画的 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橘色 我刚开始会担心会不会很明显 但是其实也还好 就是还挺日常的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橘色调这种腮红 涂出来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就是非常有元气的那种感觉 整个粉质也是非常细腻 很好推开 很好晕染 这个是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 这个高光 这个牌子叫万花镜 我当时看到它挺便宜的 我就买了 它的包装是这种铁盒子的 设计的还挺可爱的 然后呢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我买了两个色号 它是那种比较明显的高光 但是我觉得它不太适合 如果你自己很担心你的毛孔问题 或者是你很怕会显毛孔的话 这个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你 它的粉质没有很细 但是它的那个高光的效果 还是很明显的 给你们看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高光 非常的亮 就是在晚上如果光线 稍微暗一点的话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夸张的这种感觉的腮红 高光 然后看个人的喜好 但是它真的粉质没有那么的细 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接下来呢是一些刷具 我这次又买了非常多刷具 你们知道我很喜欢买国货的刷子 因为我觉得颜值又高 然后又好用 所以我就可以经常去替换 这个是爱诺奇 他们跟颐和园合作的这么一套刷子 超级的有中国风 然后这个蓝色调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 今年的那个流行色 不是这种蓝色吗 然后搭配这种 就整个质感 刷子的质感很好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这应该是12支 120几块钱 10块钱一支 还有这么大的这种散粉刷 非常的划算 很适合新手 然后它的刷毛是很软的那种 应该是纤维毛吧 我觉得刷在脸上是很舒服的 但是这种毛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抓粉能力比较弱 特别是用来画眼妆的话 可能会比较适合新手 如果你画的眼妆比较淡 你不追求显色度很高的话 可以去用一下它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的眼部刷里面 我觉得缺了一支晕染刷 这个是它最大的一支刷子 眼部刷里面 我觉得这个用来当铺色刷很好 但是当晕染刷的话 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小的一点 我希望能再多一支 比这个更大一点的眼部刷 接下来又是一套刷子 是这个猫猫的这样子的一套刷子 这个牌子刷子没有那么便宜 这个是11支刷子 要200多块钱 然后配一个这样子的刷包 它主要买的就是它的设计 给你们看一下它后面 今天是这个样子的猫爪 猫的爪子 如果是养猫的小伙伴 应该会很喜欢这个 但是我觉得它的质感没有那么好 就是这个粉色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廉价 但是它这个刷毛也是算比较软的 跟刚刚的刷毛我感觉摸在手上质感是差不多的 都是这种人造的纤维毛 微金丝还是什么的吧 就是这种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出一期刷具 特别是国货刷具的视频 因为我家里真的有非常多国货的刷子 其实它很多比较有名的牌子 只要一出新的我就会全套买回来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羊毛的眼影刷四支 这个呢四支五十几块钱 其实价格也还挺便宜的 但是哎呀 你看你们看我刚刚就是涂了这个蓝色就泄不掉了 羊毛的刷子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 特别是做眼影刷 它比灰鼠毛的那个上脸的触感要更柔软一些 然后它的取粉力比那些 就是人造纤维毛的取粉力会更好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些耳饰 像我今天耳朵上戴的这个也是在这一家 我都是全部都是在这一家买的 我之前也推荐过挺多次了 之前有小伙伴说想看我 戴在我耳朵上戴起来的效果 我今天也会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试 那就给你们稍微先来过一下 先大概讲一下这家店吧 这家店我应该已经买了好多次了 四五次了 然后每次我都是几十负几十负的买 因为它的价格还算比较便宜的 二三十块钱一副吧 然后它的质量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我基本上每一副戴一个三四个月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耳朵只能戴那种银的 或者是金的纯金纯银的那种 会比较容易过敏的话 可能这种比较便宜的就不太适合你们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 不会有过敏的现象的话 就可以尝试一下它这种款式 做工啊质感啊都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看上去也比较高级 经常会上新款式啊什么的 也是还挺符合当下的潮流的吧 然后我今天手上这个 手镯也是他们家的 哎不是这个 这个手镯也是他们家的 有一点波西米亚风的感觉 像我的手算比较小的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有一丢丢的大 但是可以稍微调节一下大小 然后接下来就是手机壳 上次双11的时候就有人发现 我买了很多手机壳 因为我手机壳基本上就是用一段时间 脏了之后我就会换新的 我一直是没有打算换手机的 我想等再下一个屏我再说 But 我这次回来就发生了一个惨烈的现象 就是这个地方屏幕裂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就莫名其妙的它就裂了 但是反正最近疫情原因嘛 我也没有办法去换屏幕 所以说这些手机壳我还是可以继续去使用 A版Q版人民币 就这个样子 它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想吃 啊这不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吗 天哪 想吃烧烤 想吃小楼虾 想吃汉堡 想吃麻辣 想过想啃鸡脖子 想喝奶茶 想吃雪糕 想吃火锅 想吃鲎鱼 想吃甜甜圈 想吃麻辣 我饿了 我想吃炸鸡 想吃寿司 想吃薯条 我肚子现在在咕噜咕噜的叫 我不能再看这个 现在使用这个手机壳 应该就是对自己的折磨 还有一包 这也是手机壳 啊 这个色彼可以穿 这些可爱的 这个粉色的小兔子 然后还有这个黄色 我很喜欢这种奶黄色 鹅黄色 小熊 开运 幸福吗 幸运吗 还是什么 这个写的是什么 逢凶化吉 诸事皆宜 用此壳者必顺 然后这个是小透明 这个拿开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壳 透明的壳 其实呢就是 好看是好看 但是很容易脏 脏了之后它就黄 这也是为什么我老是要换手机壳的原因 然后还接下来是一个这个神器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刘海不怎么动 就是因为它 它是一个有刘海的姐妹 必备的一个东西 男生我觉得也可以用它 它有四种不同的款式 颜色也不一样 我买的是第三等的 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固定 就是什么固定头发的强度是第三等 你们可以看出来我的刘海这样子 还是不怎么容易动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推荐给你们 我真的买了两三罐 可以用好久了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这样子的喷雾 它是叫什么 可力精的 类仁胶原蛋白胺 护舒缓喷雾 这个呢 补水效果我觉得挺好的 它主要主打的也就是补水吧 锁水 特别好 然后使用之后 面部不紧绷 保持皮肤湿润 这个是我在用那个大排灯的时候 会去使用 你们知道大排灯就是日本的一个美容仪器啊 就是照灯它有什么蓝光紫光红光的 照灯的时候皮肤有的时候会比较干 然后要一直用这种喷雾去进行一个补水 我最近用的就是它这个舒缓的喷雾 用完之后呢 确实照灯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 而且它的 喷雾非常的细 然后喷完了之后 确实脸部是不会紧绷的 但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它价格好像也不是很贵 所以 我最近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会一直回购的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玉泽的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呢 我对它真的是又爱又恨 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 那段时间确实不是很适应这边的气候 然后加上可能就是坐飞机啊什么的 身上的皮肤跟脸上的皮肤都很干 然后就是那种很痒的感觉 用了这个身体乳之后呢 真的有很好的缓解皮肤搔痒的这种问题 特别是如果你的皮肤有长一些那种小疙瘩 你们知道吗 它如果特别干的话会有那种小点点用这个很好的缓解效果 BUT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它实在是太臭了 这个味道有点难以描述 但是我后面仔细想一想它跟纳豆的味道很像 就是那种发酵了的臭的豆子的味道 因为它里面是没有添加那种香精的嘛 所以 这怎么说呢 如果你想要好的效果的话就得接受它这个味道 难以描述 为什么不能稍微把味道改善一丢丢 真的一丢丢就好 差不多就是这些 因为我其实还有很多口红啊 或者衣服我打算出无另外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口红 因为最近都要戴口罩 好像又没有办法涂口红 但是可以在家里涂给自己看 像我今天化了妆涂了口红 我整个人心情就很好 很亢奋 期待我们把口罩摘下来的那一天 可以尽情的涂口红化妆 穿的美美的出去拍照 OK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